大家好,今天这盘棋是2012年第17届三星杯半决赛当中的盘棋 对这的双方是中国的古力和韩国的朴婷环 三星杯的半决赛是一个三番棋的胜负 第一局,古力战胜了朴婷环 如果再获得本局的胜利,古力将挺进决赛 这盘棋对于双方来讲非常重要,下得也非常激烈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 朴婷环,这黑先写 白棋是古力 兴小木,二连兴 黑棋,中国流 白棋,小飞手脚 从这个方向限制中国流小木在这一带的扩张 黑棋手脚 白棋手脚 下一招棋,黑棋分头 白棋逼住 双方的开局看上去非常平稳 那么下一招棋,朴婷环直接点脚 这也是想开局在白棋这个脚上留下一些味道 将来白棋挡的时候 黑棋在这一带有二入托的一些利用 那么实战的古力在左上角暂时脱线 先挂脚 普通黑棋单挂 这三个黑棋的结构非常理想 那么朴婷环呢,可能是受到第一盘失利的影响 这盘棋呢,下得非常积极 并要硬战的,从这里就切断了黑棋 黑棋一长,白棋一长 黑棋飞,先封锁下方三个白棋 白棋走到一个小间 那么白棋小间以后 黑棋在脚上棋形比脚松 黑棋跳下去,补了一水 那么白棋一飞 先把下方的白棋处理好 紧接着黑棋开始进攻这两个白棋 白棋消飞 那么这时候的黑棋不敢从这里冲断白棋 白棋断了 黑棋断了 白棋再冲 黑棋这个地方不敢挡 这里有双翅 黑棋只能退一个 白棋再冲 黑棋挡住 然后呢,白棋再一断 当黑棋拐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 黑棋这些断点不能兼顾 那么对待白棋这个小飞 电脑AI给出来的推荐呢 是黑棋直接在脚上一飞 在这里再拖线 先把左上脚活出来 这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 那么施战 朴廷华呢,在这一带的战斗选择了最强的下方 从上面一飞 那么下招棋,白棋倒下去 那么按照道理来讲 有了这一招棋的坚硬 黑棋是可以从这里冲断白棋 但是呢,考虑到脚上了 黑棋这个棋型借用比较多 黑棋还是没有敢从这里冲断白棋 如果冲断的话,白棋大致要再靠一口 黑棋呢,还不敢走这种夹 白棋这里有夹住黑棋的下方 那么黑棋大致还要在这里粘住 那么白棋呢,可以扳一段 黑棋扳住 白棋再一口 下面要从这里冲断黑棋 黑棋呢,还有补一手 那么在这个角上 白棋将来留下小飞火角的下方 那么这时候呢,白棋可以先扳 那么在这一带 黑棋的棋型啊,毛病非常多 而且呢,这个地方 白棋还有切断黑棋的下方 所以说,这种下方,黑棋并不理想 实战,朴廷华选择稳健的退回来 加强了黑棋这一带的棋型 那么鼓励呢,继续在这里 靠了一个 先问一问黑棋硬什么 黑棋选择这个将 那么下着去,白棋拆二 黑棋小剑 如果白棋在这一带 想寻求稳健的下方 白棋可以跳出去 那么黑棋呢,充斥这两个白棋 那么这个变化,双方啊,也是一个两分 但是,这盘棋 鼓励啊,并没有选择跳出去 先扳了一个 黑棋挡住 然后呢,白棋从这里往外冲 黑棋挡住 白棋呢,再从这里一双 还要把这两个白棋给救回去 那么在这一带 黑棋的棋型呢,还有些问题 黑棋护一个 那么黑棋护住以后 鼓励呢,还是没有选择这种啊,稳健的下方 从这里,切断了黑棋 双方啊,在这一带就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黑棋先打吃 白棋一长 黑棋一护 下部要飞下去 封锁这里的白棋 白棋先护一个 那么这里的白棋出现了活形 很显然这些黑棋 在这一带 还有一个白棋的冲断 那么 黑棋的白手 是要从这里跳一个 补掉这个冲断 那么白棋呢,挡回去 那么白棋在这一带活棋 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呢 朴廷华为了追求更积极的下方 并没有这样普通的不断 而是呢 从这里先压了一个 白棋一退 那么黑棋通过这种压 也加强了这一带的棋行 然后呢 黑棋从这里往下一撞 要在这一带继续强攻白棋 白棋如果委屈的挡住的话 那么黑棋再跳出去 那么这一带黑棋的棋行 非常生动 那么这里的白棋呢 还没有完全的安定 那么在这里 古力呢 没有选择这个挡 从这里冲了出去 黑棋挡住 白棋断 黑棋冲 白棋尝出来 黑棋继续往外尝 下招棋 白棋一飞 这是一个棋行的要点 紧跟着就要吃住 这三个黑棋 黑棋也只有通过这种猴 保证了自己的连接 这个时候 关战士所有的棋手都认为 鼓励将会从这里拐上去 强杀中复的黑棋 但是呢 这个强杀 白棋并没有把握 因为在这一带 黑棋有一个打尺 白棋 一拐 黑棋呢 直接靠上来 那么这些白棋 需要突围的话 只有从这里团一个 那么黑棋呢 从这里一顶 白棋不敢断 也只有拐出去 那么黑棋连接 白棋长 黑棋就这样跳出去 那么在这一带的作战 只要黑棋顺利的出头 把气 夸出来 毕竟在这个地方 白棋还欠了一手气 有可能在这一带的作战 还影响到下方的白棋 所以说实战 白棋这个拐 并没有 十足的把握 那么实战呢 鼓励啊 选择 稳健的 先把这个头啊 长出来 那么黑棋呢 也往外贴 白棋先搬一个 黑棋先往向一冲 白棋挡住 给白棋这里 制造一个断点 然后呢 黑棋往上一抢 那么在这一带 白棋也难以封锁 中复的黑棋 这个时候 白棋选择 从这里 先挡住 那么黑棋一拐 白棋一次 黑棋 粘住 白棋一顶 那么白棋呢 要求在这一带 出头 那么黑棋呢 先 压一个 白棋一跳 黑棋 打吃 白棋呢 站住 那么下着去 朴廷华立下去 继续威胁 白棋的眼位 白棋小尖 紧接着 黑棋呢 又吓得非常狠 从上面 震住白棋 白棋 小尖出头 黑棋呢 先挤一个 白棋呢 并没有普通的 从这扎住 这一带 白棋的气型 比较重 那么鼓励呢 选择这个虎 也是不担心 黑棋从这里冲 制造打击 毕竟在脚上 白棋有很多的劫材 那么白棋 虎住以后 这些白棋的气也 非常的长 那么再看 这一带的黑棋 如果被白棋这样 一飞的话 气也非常紧 所以说呢 黑棋这个时候 也飞了出来 要求出头 那么下张气 白棋一虎 黑棋呢 先顶一个 白棋 虎住 黑棋一退 白棋呢 贴出来 黑棋跳一个 先把这一带 黑棋的气型啊 整理好 那么这里的黑棋 走后以后 那么白棋呢 获得一个先手 一飞 继续保持 对这一带 黑棋的攻势 黑棋跳一个 白棋 继续封锁黑棋 黑棋 往下冲了一步 白棋挡住 黑棋一挖 威胁这个断顶 白棋呢 先立一个 黑棋再一飞 那么黑棋飞的时候 白棋并没有挡住 选择呢 从这一顶 威胁 左边这个圈 那么下一招棋 黑棋开始 对上方的白棋 发起进攻 先拐了一个 白棋粘住 黑棋呢 再一冲 白棋呢 挡住 黑棋并没有 马上开截 先从这里 顶住白棋 要强杀 这里的白棋 这时候白棋 往上一拐 黑棋先火了一个 白棋没有搬出去 从这一压 也是念念不忘 攻击黑棋 这一带的眼位 下招棋 黑棋开截 白棋一拐 黑棋打吃 白棋踢回来 那么黑棋 这里有一个段 白棋拐吃 黑棋踢回来 白棋一双 黑棋挡住 白棋呢 踢回来 下招棋 黑棋从这一虎 白棋打吃 黑棋踢回来 因为在这一带 黑棋通过这个斑 这里带 黑棋有很多的劫财 那么这个时候呢 古典呢 就非常机敏的 在这里坐眼 那么这里的白棋 坐眼以后 如果黑棋 想不让这里的白棋安定 也只有通过 这个猴 来破坏这只眼 但是呢 黑棋这一招棋 下不出手 白棋踢截 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 这一带黑棋的棋型啊 非常的重 将来 白棋拐到的话 还要通过截政 来杀掉这里的黑棋 那么这个打截 对于黑棋来讲 也是非常的重 所以说 当白棋坐眼的时候 黑棋也只能眼睁睁的 看着白棋做货 那么下一招棋 黑棋先顶一个 白棋提掉 黑棋一拐 白棋挡住 黑棋呢 扳下去 要把这里的黑棋给做货 白棋立下去 那么双方呢 在这一带的战斗 告一段落 但是下一招棋 朴廷花又挑起了另外的一个战斗 从这里一招 白棋挡住的时候 黑棋就从这里分断了白棋 他还要攻击中央这些白棋 白棋双了一个 黑棋挡住 白棋呢 一飞 保证了这四个子的联络 那么这四个子联络回来以后 这里的黑棋并没有活干净 但是呢 黑棋并没有马上来补齐 飞了一个 继续进攻 东央的白棋 白棋靠出去 黑棋扒 白棋一退 那么黑棋一看在这一带 也没有办法封锁白棋 于是呢 从这贴了一个 保证啊 这一带的眼泪 那么既然黑棋在这里守了一招戚以后 那么鼓励呢 又对朴廷华展开了反击 从这里分断了黑棋 他还要进攻了左边这四个黑棋 那么在这一带又形成了一个新的战场 那么这个时候 黑棋先提掉这个白棋 那么白棋呢 就地作火 黑棋打吃 白棋退一个 黑棋贴住 下招戏呢 白棋打吃黑棋 黑棋没有马上尝 先顶一个 也是想啊 就地作火 白棋立下去 黑棋呢 再把这个子尝出来 白棋拐吃这个黑棋 那么黑棋呢 一虎 威胁这个断点 白棋呢 也没有打吃 毕竟呢 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些断点 白棋呢 就粘住 黑棋虎下去 白棋一打 黑棋贴住 下部就要从这里断掉白棋 白棋 稳肩地站住 在脚上呢 不给黑棋留任何的味道 那么下招戏呢 黑棋把这个子尝了出去 那么这里的白棋实际上已经活棋 那么这个时候呢 白棋在边上跳一个 继续扩张上面这个时空 那么下招戏呢 黑棋立了一个 估计也是打交 白棋站住 这时候的黑棋从这顶了一个 破掉白棋这根眼 白棋呢 踢掉 那么白棋踢掉以后 紧跟着这个地方就产生一个加 黑棋不得已 还要立下去 补一手 那么下招戏 白棋从这里贴了一个 黑棋一跳 吃住这个白棋 那么白棋一拐 做了一个 去四个这里的白棋已经活棋 那么这里的白棋活棋以后 那么这里的黑棋还没有活干净 那么走成这个局面 白棋在实控上就已经啊 占据了领先 于是 朴槿环案开始拼命的 抢占大关 来保证啊 实控上一个平衡 那么白棋呢 这个时候 踢接 黑棋大飞一个 马上就要断掉白棋 白棋一抵 黑棋呢 踢接 那么这时候电脑也推荐 白棋完全可以通过这种劫财 来打赢这个局 那么打赢这个局以后 那么白棋的优势啊 非常大 但是呢 鼓励在这里选择了收兵 走了一个差 黑棋 消劫 白棋呢 小尖 黑棋 挡下去 白棋 一顶 黑棋呢 往上一趟 那么下招戏 白棋从这里 猴了下去 紧紧的就要吃掉这两个黑棋 那么黑棋呢 没有马上粘住 先从这里 顶一个 白棋 小尖 下招戏的黑棋 点进去 这是一个局部啊 关子的一个手筋 如果白棋从这里团住的话 那么黑棋这有一个冲 白棋挡住 黑棋这里有一个断 白棋打吃 黑棋从上面反打 那么走成这个结果 白棋上方这个时空 就遭到搜刮 实际上的鼓励选择 从这里顶了一个 那么黑棋呢 将来这里留了一个 挤过的一个手段 那么白棋 坚定以后 那么黑棋呢 把这两个子 连回去 白棋 从这里 挡住 那么挡住以后 继续威胁 下方 这些黑棋 那么这时候黑棋 挡了下去 护住这一带的墓术 那么下招戏 白棋 从这挖了一个 开始搜刮 这里的黑棋 那么这个时候 鼓励啊 实际上一个 继续扩大 优势的机会 这个时候电脑 我也推荐 白棋 应该是 从这顶一个 黑棋挡住 白棋呢 打吃 黑棋 站住 那么白棋 在这一带 交换了两招棋以后呢 在这个地方 留下一个联络点 将来 黑棋这个地方 就没有先手被倒 也没有办法威胁 这个段 那么在这里交换完以后 白棋这个时候 电脑 A人们呢 可以冲一个 黑棋这个地方 不敢挡 挡的话 白棋这有一个靠 这是一个杀棋的要点 黑棋如果往上虎的话 白棋一退 下部就要从这里 冲断黑棋 黑棋如果挡住 那么白棋一打吃 黑棋 站住 白棋再也吃 这里的黑棋 没有两只眼 那么对待白棋这个冲 黑棋大致 还有通过这种 虎的方法来作眼 那么这一带呢 将遭到白棋 眼里的搜刮 那么白棋呢 可以点进去 黑棋 还有站住 白棋再冲 黑棋挡住 白棋呢 在这一带再一段 总之呢 最终 这些黑棋可以活棋 但是呢 也是两眼活棋 虽然说 电脑AIA这种推荐 可以让白棋 获取更大的优势 但是呢 这个时候 古艺呢 选择从这里挖了一个 黑棋挡住 白棋呢 直接点进去 黑棋一顶 白棋打吃 那么黑棋 站住 白棋提掉这个子 黑棋站住 这时候呢 白棋再来打吃 很显然 黑棋这一带的目数 比刚才 电脑AIA推荐的那个变化 目数稍微多一点 那么白棋打吃以后 黑棋并没有马上站住 先冲了一个 白棋挡住 然后呢 黑棋再连接 这时候白棋立下去 那么组成这个结果以后 双方啊 就进入了小关子 那么这盘棋呢 双方下得非常激烈 最终呢 鼓励呢 以微弱的优势 中盘呢 战胜了调停环